二頭 八頭 五頭 一開招式很整 途子中再起鍋來 我要先踢耳機 三個是鬼 三個來 absor 剛剛的筋線已經開始 我不 你放棄在家 不是啦 不是這個地方都是地板的 你多少錢買的 15塊 15塊 而且還有上面 誒怎麼都太有錢 有沒有犯規 誒可是我那個房子 我把他掩護他 等一下 是這樣子嗎 還有點太軟 暫時先碾一下 好 我現在出一點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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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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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鮮的 雞蛋 一口 小肚子 沃麻 红萝卜 碌麥 炸焯 白玉米 加入黑胡椒 加入白玉米 放入白玉米 加入白玉米 放入酒 Mari来,准备 冷凍 沸騰 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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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火 放入泡沫 沸騰 放入泡沫 倒入泡沫 冬天 炒到炒至辣椒 炒至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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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胡椒 烤的碎 小火 火炮 烤的碎 小火 凍绍 切付了 扑桃 炸大了 大蒜 炸大蒜 煮 淀粉 盐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厚 香料 切成太多 起草 切成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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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糖 凉牛肉 饼 冰糖 鸡肉 冰糖 冰糖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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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香 牛肉 油 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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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熟 骨 炒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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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鸡蛋 这个让它要吃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這個氧化比較嚴重的 就要泡久一點 這個平常會用四銀部擦 所以它沒有換化 然後戒指也是稍微泡一下就好了 然後它旁邊都有一些芥苔 邊邊角角的 泡洗銀水會比較快 像這種額環 比較平面的 平常就用四銀部稍微擦一下 這個泡過洗銀水的飾品 要再用清水沖一次 好 像這種脆音的飾品 簡單這樣保養一下 都可以用很久 它只會氧化變黃 但是它不會褪色 像年輕的時候比較喜歡買一些 合金的飾品 買起來很便宜 然後款式都很多很漂亮 那現在是年紀越來越大 重植不重量 我會喜歡一些K金或是純銀的 那像我飾品的量沒有很多 我以前的飾品真的超多 或者指甲油啊 髮飾啊 飾品啊 這個量真的很多 所以它就比較客製一點 想說要買好買少 像飾品這種東西啊 其實很吃品牌 像這幾個淘寶的 賣起來很便宜幾百塊而已 這個是Tiffany的 是我老公那時候十週年送我的 那這就比較貴一點 所以一樣的東西其實很吃品牌 它的材質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樣子就簡單保養好了 有人說想要看飾品收納 那我現在飾品收納就用這個 耳環容易補見 然後掉一隻 不然就是褪色之類的 所以有斷捨立一些 這邊是我現在比較常帶的 欸 應該還有 這邊是我比較常帶的 然後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一些用夾鏈袋夾起來的 對 像這種 像這種小墜紙 像這種合金金色的 就會容易褪色 然後打開給大家看 這是我英文名字的項鍊 那有時候就搭配著帶 夏天有時候會比較容易過敏 所以我這邊就會紅紅的 這種金色合金的過敏的人 可能就要等 冬天的時候穿高臨的時候 帶會比較好看 這個就是後來比較少用到 因為我現在就用這一盤就夠了 有些有牌子 有些沒牌子 但是我盡量都會留一些 我覺得質感跟材質比較好的 從耳環開始介紹好了 我很常帶這一對愛心的耳環 那很多人以為這是金粉尼的 其實不是 這是我在花IG的時候 廣告跳出來我就買了 我忘記它的品牌 我在淘寶也曾經搜尋到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模一樣的 我買到這個質感是很不錯的 它是純銀的 整個質感非常溫潤 然後我洗過 保養過 它就跟全新的一樣 所以這個我很愛帶 而且我覺得買到這個還蠻值得的 接下來這一對圈圈耳環 我也很喜歡帶 因為這個我常常就是帶著 就不拔下來 然後直接帶著洗澡 這個因為它是圓的 所以睡覺的時候不會壓到耳朵後面 它沒有耳針 這個也是屬於比較長久的 這整個素面沒有帶鑽的 我以前也買過帶鑽的 但是就是 因為帶鑽比較容易卡照夠 然後就變成都沒那麼亮 質感沒這麼好 所以我這次就選擇素色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是比較長久 或是這種單顆的珍珠耳環 那這個是Mikimoto的 在東京營做店買的 我是第一次在Mikimoto買 所以我就買他們家的基本款 也有連珍珠項鍊一起帶 它的真材質是18K斤 這種單顆其實就很實大 但是它的缺點是不能帶洗澡 然後不能噴到香水 或是一些化學物質的東西 會影響珍珠的亮度 如果洗澡帶著它 因為我其實如果有兩次玩武器 就直接帶進去洗澡 保養比較麻煩 帶完之後要用他們附的布擦乾淨這樣子 接下來是這種單顆水晶的 這水晶是史瓦洛時期 而真是醫療鋼 它是有點 我不知道是對焦對得清楚嗎 它的檯子是有點高 所以它水晶的那個折射亮度很夠 其實是可以帶著洗澡 但是澡口中的東西就是很難洗掉的 所以我就比較勤快 因為我想要它亮一點 所以我就不帶著洗澡 這小小顆的也是18K斤的 這個是我以前在保護公司的飾品櫃 站櫃過 然後那時候就是幫自己開單買的 因為那時候就是幫自己破蛋 然後自己幫自己開單買的 所以那時候我很喜歡蝴蝶結我就買了 然後精品類的呢 然後大家不要以為說精品類的材質就比較好 它們是屬於飾品類的 其實也是合金的一種 那我剛剛有說到 其實飾品這種東西很吃品牌 它不是珠寶 它就是飾品 它也會掉鑽啊 用久了可能也會褪色之類的 但是女生嘛總是喜歡這種亮晶晶啊 精品的小東西 就買了心情很開心 我覺得它是屬於情緒價值比較高的 像這種有垂墜的耳環 然後我就把頭髮放下來 這樣子垂墜會比較明顯 那這個是莫陽送給我的公關品 後面耳針黏在一起的 很多女生耳針很容易掉 所以它是黏在一起的 這個質感我還蠻喜歡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帶著它 那接下來是手鏈的部分 我之前也有一個愛心手鏈 很多人都問我在那邊買 那個是跟耳環一起買的 那個不見了 飾品這東西很容易不見 然後後來我在淘寶買到這一個 好這個的話它是可以隨意調整長度的 它很容易跑掉 所以它有時候整個會變很長 這個也是純銀的 中間應該是母背 比較小比較輕 然後不會有墜子太大顆的 這種我很喜歡 因為有時候做家事啊 輕輕鏈鏈鏈 我也有提粉底那個 很廚之前 十幾年前很流行 那個愛心手鏈的那一個 但是它就是很重 然後輕輕鏈鏈鏈的 那個我刷盒子裡面 等下我跟大家講說盒子 我是怎麼收納的 它再來是這個手鏈 這手鏈是BA 是日本的一個品牌 然後它有做18K金 玫瑰金 純銀 合金之類的材質 這品牌是日系的 比較小巧 我非常喜歡 所以我買了他們很多項鍊 耳環還有戒指 那耳環有一對掉了 就是帶一帶不見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可惜 那耳環太容易掉 VA的話還有這一條 你看它鏈子很細很細 我之前也有買過比較長的鏈子 那是它斷過一次 然後去維修 等了好幾個月 還收了錢 但是它就斷了第二次了 所以我第二次索性就不想維修了 然後這個是之前在櫃上有幫我保養過 所以它這個 有變得比較亮一點 然後像剛剛用的洗飲水啊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K金水 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 像這種專櫃買的飾品 都可以送回專櫃去做維修保養 那他們就會有專門的K金水 或是洗這些飾品的機器 我之前都是用這種夾鏈袋在收納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氧化 但是有時候就會拆來拆去的 所以我就想說直接把它展示出來 項鍊的部分還有這一個 這個也是在淘寶買的純銀項鍊 這個我很常帶 因為它可以帶著洗澡 然後也不會褪色 然後我也有長項鍊 因為有時候搭配衣服用 這就是比較長的項鍊 這也是淘寶買的 這上面是新座 處女座的 然後它比較長 戴起來就有拉長脖子這邊線條的效果 冬天穿深色衣服搭配就會很好看 再來就是這條珍珠單顆的項鍊 我是選擇比較小顆的 然後這也是Mikimoto 拍到了 剛剛拍到一半相機過了 現在要再重新再拍一次 下面目前留這四條比較長戴的 那其他最左我是收起來 好那接下來是戒指 戒指我有這兩個很細的 這一樣是VA的 後來我有再去訂這個的銀色 我的膚色帶銀色比較適合 這是玫瑰金的 我覺得我戴起來比較顯黃 沒有那麼白 我自己是很喜歡戴這種線接 因為它戴起來比較無感 也可以疊帶 像這樣子疊帶 因為下午手會比較脹 然後就會比較緊 我就會把它戴一起這樣子 然後這種材質 是可以戴著做家事啊洗手 它不會褪色的 這個是SWALOSKI的 這是在我結婚前就買了 那它是跟朋友一起買 因為這個其實是三環接 它有三個 我們就那時候就三個人 就一人選一個 一人選一個 不然它就是可以疊帶的那一種 我就選一個這個有小醉醉的 最後這是Tiffany的 就剛有提到這十週年 老公送的週年禮物 如果我手鏈帶銀色的 我之後就會帶銀色的 這邊是我比較常換的帶的飾品 那剛有提到我以前飾品真的超多 但是怎麼帶都是這幾款 因為我覺得 畢竟還是女生 還是會喜歡這種亮晶晶的小東西 這種東西我還是很喜歡買 但是我覺得比較挑材質 我最喜歡品牌的是VA這個牌子 它是很精緻很秀氣的牌子 我飾品的盒子是會留下來 然後之前都會把它放在這邊 但是我覺得這個抽屜呢 寸圖寸金 它放了彩妝品 所以我就把盒子另外放 有些盒子比較久遠了 我就沒有留 所以這邊是我有留下來的 大致上就是把它集中在一起 這就是VA的盒子 其實做的滿有質感的 每次我覺得這個盒子 我可能用不到 都佔空間 不要跟它拿好了 但是買的時候還是覺得 對喔 太漂亮 好 補充一下我剛剛泡好的 這個比較特別 它的耳針是做圓形的 然後這是用轉的 所以這也是睡覺 不會壓到耳朵的 這種單顆的耳環也蠻好的 就是可以一直帶著 不用拔下來 然後這裡面這個 好像是有點像貓眼石吧 剛買來的時候比較亮 現在變得有點霧霧的 然後這邊對著 說實話 說實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